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过去的工作经历是全球创新公司IDEO的前设计总监 他过去成为谷歌 微软 Facebook 等公司设计方案 在这本书的开头讲述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故事 是商人与渔夫的故事 有一个商人坐在小渔村的海滩上 看到一个渔夫带着日常的渔货走向岸边 而这鱼的品质让商人印象深刻 于是问渔夫花了多少时间捕到这些鱼 渔夫回答 哦 一下子而已 很简单 而商人问道 那你怎么不多待一会儿 多捕一些鱼呢 渔夫接着说 因为我只需要这些啊 商人接问 那么你平常都做些什么 渔夫 渔月回答 我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 捕几条鱼 陪孩子玩 带恨老婆小睡片刻 然后到城里找朋友 喝点酒 探吉他 这商人听到很震惊 接着跟他说 我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如果你愿意听从我的建议 我可以帮助你拓展生意 所以我建议呢 你可以买一艘更大的船 再用收益所得开家自己的鱼罐口厂 然后你可以把生意扩展到国际市场 最后把公司上市 等到你时机成熟 你出售股份就变得超级有钱 那渔夫好奇就接着说 那然后呢 商人就说 那么你就可以退休啦 搬到一个小渔村 睡到自然醒 捕几条鱼 陪孩子玩 和老婆小睡片刻 然后到城里找朋友一起 喝酒 探吉他 渔夫对商人笑了一下 继续沿着海滩走去 这个预言故事揭露一个非常重要提醒 工作目的是为了什么 这本书的书名 《够好工作》 The good enough job 这书名是致敬够好就好 good enough的育儿观念 这是英国精神分析师 小科医生 温尼克特在1950年代提出的理论 这个医生注意到这社会上 养儿育女的方式越来越理想化 很多人追求成为完美的父母 竭尽所能避免宝宝感到痛苦 如果宝宝表达任何负面感受 父母会觉得是自己的责任 但是温尼克特医师认为 如果父母采用这种足够就好 而非完美方式来养育儿女的话 对孩子和父母其实都有更多好处 有别于完美父母 足够就好类型的父母 不仅提供支持 也让孩子有足够空间 学会自我的安抚 而这么一来 宝宝就会培养出复原力 父母也不会因为宝宝的情绪 而迷失自己 但回到我们这本书 简而言之 让你总是高度期待工作 能够带来满足感 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痛苦 研究显示 对工作的强迫性热情 会造成更高的倦怠感 以及工作更多的压力 研究人员也发现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是导致生育率创新低的一个关键因素 而台湾少子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当然 现阶段 职业成功 很多人有很高的期待 这也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人有忧郁症 焦虑症的比例 越屡创新高 在世界各地 每年死于过劳的人们 比死于孽节的人们还要多 所以这本书将透过九大迷思 为你开导人生新方向 并带来工作意义的 重新定义新解放 所以这当中 有些迷思 我们一起来思考 分别是迷思一 我们所作所为 决定我是谁的迷思 迷思二则是 谈到崇拜工作 把工作当成神的迷思 那迷思三则是 关于找到梦想工作 或为梦想工作的迷思 然后当然迷思四 迷思自我 关于工作等于价值的迷思 迷思五则是 有些人把公司当成家 把同事当家人的迷思 迷思六则是 关于工作时间越长越好迷思 迷思七 关于办公室福利的迷思 以为加班越久 哇就可以赚越多 那迷思八则是关于 哇我地位 就等于成功的迷思 那最后一个叫迷思九 关于个人界限的迷思 所以听到这九个迷思 其实也是这本书 九个目录 透过这九个目录 我自己收获到 三个重要提醒 第一个就是 关于我们所作所为 决定我们是谁的迷思 我们都很想透过 职业标签 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但专注于工作价值的标签累积 有时候只会累积更多 不必要的压力 有时够好就好 你要好好关注的是 你自己的人生 以及你想成为的人 在这个章节提醒我们知道 自身的价值 倘若你的工作 会侵犯到自己 大部分的身份 以及你的生活 有时候要想想 这工作值得吗 并不值得 第二章提到崇拜工作 关于把工作当成神的迷思 有一个名言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他曾说过 事实上没有人不崇拜的 每个人都会崇拜某些事物 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是 我们要崇拜什么 所以这里提醒大家 工作不该是你 生活唯一的信仰 老板也不是你的神 把工作当信仰来遵从 虽然可能换来一些金钱和权利 但更多时候 我们只会被洗脑和努力 并且永远无法获得心灵的满足感 因为工作这个神 只会不断告诉你 你要努力追求 更多更好 更进步更卓越 然后紧接多帮股东 还有老板赚大钱 所以如果你不主动 决定自己所重视的事物 你就会继承周围的价值观 成为你不喜欢的样子 因为人生目标就不再是你的目标 而是你老板的目标 第三章 热爱工作 则是提到关于梦想工作迷失 有句网路迷音说 工作时请别跟我谈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不工作 工作的确可以创造成就感 与满足感 但如果你的成就与满足的来源 只有工作 那会很恐怖 当然这本书 并不是要大家放弃工作 或嫌弃工作 而是试着暂停下来 想想 这是你要的人生吗 如果你的人生只剩下工作 这真的是你要追求目标吗 够好的工作 对工作暴政的挑战 呼吁我们从中 夺回生活的自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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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